355舰队是特朗普政府时期为海军设立的目标 有声音说要用数量庞大的轻量化水面打击群 凑出355艘甚至500艘的海军舰队 也有声音说缺减大型航母会导致美国海军战斗力衰弱 美国海军面临的是一个数量和质量的选择题吗 方老师 在过去的若干年内 过去一到两个总统任期年 是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一直在主导或者是力推 美国武装力量各个军种的转型 而在这个转型过程中 海军老师讲排名走的你那个进程并不是很靠前的 恰恰是陆军可能往前走的会更多 所以我觉得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力推的这个所谓的 我们现在通常大家调侃讲凑数的这个计划 其实它绝不仅仅是一个凑数的一个问题 它更多的是要考虑未来美国海上力量的一个转型的问题 像未来可能更多偏向细细化海上力量那样一种转型 主张传统的还是要大海军还是要航母 还是要这个大型水面舰艇有人驾驶的这个这个钝舰 包括水下的核潜艇这更多的是哪里 是白宫是美国国会对可能思维或更传统一些 你注意啊这里边的人啊虽然位高权重 可能要压五角大楼一头啊这个白宫包括国会 我掌握审批的权限 但是跟五角大楼那边更愿意认为那边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技术官僚 换言之更专业的海运发展人士的观点来讲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不仅仅是一个数量和质量之争 更多体现的是还按照我们过去传统的二战时期 战后时代那个航母维和系的大海军的传统模式去发展 还是勇于打破过去那种传统的思维 向更新的无人化信息化的这个全新的海上力量更多的去转型 我觉得这两者之争可能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